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就过着非常的有意义 有意义的人生不是享受 不是追求 是放下 是慈悲 是对生命负起责任 对自己负责任 对家人负责任 对祖先负责任 对众生负责任 对国家负责任 那所谓的负责任 佛门当中讲的负责任 就是自爱 你爱自己 你才有办法爱众生 所以自爱 不是自己讲说我很自爱 那就是自爱 要以圣人的自爱为标准 要以佛菩萨的自爱为标准 要以地藏王菩萨的自爱为标准 那个才叫做学佛 所以佛门当中的自爱就分成三种 大家跟我念 归一三宝是自爱 归一三宝是自爱 受辞在戒是自爱 受辞在戒是自爱 帮助众生是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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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延续 所以学佛的人都知道 唯有归一三宝 那才得到一切法的成就 法的成就 最基本的就是归一三宝 如果你没归一三宝 那你可能还在门外 如果你没归一三宝 那你不可能念佛 如果你没归一三宝 你不可能读经 所以归一三宝是个基础 录佛门的基础 也可以说归一三宝是你真实的信仰 那归一三宝展现在我们身心当中的就是智慧跟慈悲 有了智慧 那你就会受灾戒 为什么 不要受苦啦 生病苦不苦啊 不要生病好不好啊 隔音设备 很好喔 不要受苦好不好 受苦很辛苦啊 不是要睡不起有辛苦吗 有啊 有人睡不起啊 有很多人 这个时代 别想太多 跟着第三宝菩萨走好不好 昨天我看到有这么一句话 给他修改一下 跟着第三宝菩萨走就对了 不要跟错人 那所以有了智慧 自己不受苦 进一步的要帮助爸爸不受苦 帮助妈妈学佛 帮助小孩子找到好的工作 不要被骗啦 帮助往生的父母 帮助我们的祖先 这个叫做慈悲 没有智慧就没有真实的慈悲 有了慈悲 不见得有智慧 那所以佛法是三合一的教育